各位車友,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奧迪A8 然後這台它原廠是沒辦法開通CAPLE 所以呢我們是使用了CAPLE的介面 那這CAPLE的介面是無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手機在這邊,它不用插線 它一樣是分享 那你把你玩不能連結的這幾道 整個都斷開通 它是無線的 那如果你是安卓的用戶,你也可以做使用 開藍芽 大家有看到 那它其實齁 這種外廠的介面就是 一樣可以用飛縮旋鈕去做使用 不然就可以放歌 現在不要太焦音了 然後呢 然後一樣用飛縮 這個可以做選擇 A6 C7的車主 他們也沒辦法做CAPLE 因為他們破解的代價太大 好,那我們現在要搜尋 原廠開通的還沒辦法做無線CAPLE 它們開通完之後 它還要裝一個裝置 才可以無線CAPLE 外廠裝的它就可以CAPLE 我們現在走 我們是測試啊 測試這個東西可以用 現在這個是D熊Google地圖 對 這是Google的地圖 我們有發現到哪個 這樣就還有聲音 對 D熊Google地圖 那麼 它不可以觸碰 它是不能觸碰的 所以要這樣子轉 它要轉 然後轉 現在是我們Google地圖在保護樓 它一切都是用無線的 那Angel Auto也是 不用插線 然後那一個介面盒 奧迪拆裝比較麻煩 因為它是要藏在裡面 它的聲音也是從你玩家的這種出來 然後 各位 它的聲音是從這邊出來 OK